都不许杀 否则的话 我于成龙即刻前往武昌 当面向湖北巡抚张朝鎮张大人 残喝你滥杀无辜 有于大人在 我的家人就高枕无忧了 站住 雷大侠 代我谢谢于大人 老公 快点 雷匹丁追上来了 我们得快走 没事 危战 走 走 快跟上 龙主 这小子还真有胆啊 你可咬上来了 下啊 去 龙虎 这边都远近了 龙虎给他吓寒天雷吧 上车 不下 大人是我的恩人 快 让我 我闹哥 你 老公 没想到 你看 我 陈小子 水 我 草民余成龙这乡有礼了 谢区大人不杀无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时候不早了 咱们也该走了 去哪儿啊 您不是说要回山西老家吗 回山西 听见了吗 余大人根本就不想回山西 你的耳朵没有听错 余大人 有人想见你 什么人 是我 张朝贞 草民余成龙见过辅台大人 各位免礼 余大人 你好大一个草民哪 啊 余大人 既是草民还有什么大小之分啊 你头上曾经戴的四瓶顶带 这可不算小 余大人 草民现在可是无官义身轻了 无官义身轻 恐怕你是轻不了吧 来 上楼说话 余大人 余大人 你此时从何处而来啊 为大人话 我们从麻城来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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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从麻城县而来 余大人 你以一介不一的身份 为我及时阻止了一场 不该发生的屠杀 来愿甚为感激啊 此刻你我理当痛饮几杯 来 跟我来 此次贤宁造桥事件啊 让你受尽了委屈和羞辱啊 这都怪我啊 假如当时我没有派你去造桥 而是委派于你其他事情 你何至于遭此劫难呢 君之于我 正可谓成意萧和 败与萧和呀 佛台大人 说于心里话 自康熙元宁 于成龙出世罗程 便立下了 不以温饱为之 誓不昧天理良心的荒原 至于 幻海臣服功名利略 对卑职来说 那都是过眼阉人 至于委屈和羞辱 佛台大人在官场这么多年 何尝没有体验过 至于此次造桥事件 如若不是佛台大人 在康亲王面前 弃血陈词苦求力争 卑职恐怕早已人头落地 命归九全 此事各种原委 本院自心之肚明 于大人何言苦求力争啊 说心里话 是朝真我 对不起你啊 佛台大人 万万不可自责 是卑职给大人添了麻烦 卑职对大人对国家 深感失职 余大人 本院现想要你一句实话 您这次被罢官后 为何不回武昌呢 为何不回武昌呢 回武昌干什么 卑职有何颜面回武昌去见大人 如此说来 如此说来 余大人是去意已绝了 太卑职 陪大人喝完这壶酒 就该上路回山姓武家 好 这酒我可以喝 但是有一句话 我不得不说啊 草民愿听府台大人叫唤 你少给我来这些 你左一个草民右一个草民的 你是什么草民 天底下有你这样的草民吗 张大人 张大人 这样的草民 不就坐在张大人的面前 那好 余成龙 本院现在问你 此刻孝聚东山的乱贼刘军福 你可认识 当然认识 你和他是何种关系 刘军福曾是东山贼手 后来被卑职招服过 好 现在刘军福翻云覆雨 又上东山聚众作乱 你余成龙能拖得了干系吗 福台大人 卑职与刘军福 你与刘军福又怎么样 福台大人 刘军福卑职还是了解一些 刘军福起兵造反并非出于自愿 一来是因为他收到了吴三贵的伪扎 交给官府说不清楚 不交给官府还说不清楚 二来是因为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 曲振齐居然将他的家眷全部抓捕 而且即刻问诈 如此这般与官彼名反又何不同 如若由我来处置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 好一个余成龙啊 为止 上了福台大人的当 余大人 你不是上了我的当 你是上了你自己的当 你想要一走了之 可又走不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倘若由我来处置何至于此 那好 本约先就命你留下 彻底平定东山之乱 福台大人 卑职乃一介不一 如何为大人拼定东山之乱 从此刻起 你将以湖北巡抚衙门 宣服使的身份 替本院去平定东山之乱 本院命你立刻组织相拥 开赴东山 脚辅乱匪 不得伪令 卑职遵命 周先生 要我看哪 这府台大人啊 跑到回龙驿站 来见于成龙 一定没什么好事了 你是不是真的想回山西了 周先生 难道你不想回吗 当然想 但正如你说的 我们怕是回不成 周先生 你说说看 这张府台来见于成龙 会为了什么事 你已经猜到了 还用问我吗 我是猜到了 府台大人是想 挽留于成龙留下 替他平定东山之乱 千真万确 周先生你说于成龙 他会答应吗 答应要干 不答应也要干 答不答应他都要干 虽然 虽然他自己就想干得不行 你没看出来 被八官之后 这几天他都干了些什么 故意绕开武昌直奔麻城 又以不一之身前往麻城 阻止驱阵齐 处决刘军福家眷 这一切都是为了 他掉张府台的胃口 做样子给人看 口口声声说要回山西 其实他并无此心 他的心一直在湖广的上空飘着呢 怎么可能回山西 周先生 周先生 你真是于成龙肚里的个虫啊 说句真话我也不想回去 不说光宗耀族 怎么着也不能现在这个样子回去吧 锦衙 可留下来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即便张府台把余成龙留下 也恢复不了他原先的职务 无论是平定东山 还是让他干别的 只能以一介不一之身艰难行事 你没看到 曲震齐不过一个小小七品支线 而且曾在余成龙手下围观 怎么样 余成龙差点拿不住他 他真要留下来的话 曲震齐 还不是他最难对付的人 他最难对付的该是谁啊 最难对付的人 刘军福 刘军福 闲宁造桥时 余成龙腾不住手来 彻底剿灭刘军福 便劝降于他 可谁又是能想到 这才几天功夫 刘军福又返了 可这对于已经成为一介不一的 对于成龙来说 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脚府成功便罢 一旦脚府失败 刘军福不肯归顺的话 那于成龙如何向巡抚张超真交代 隔职查办算什么 你不怕 到时候怕人家要拿他的人头来说事 我绝不是为言所听 这是一眼就能看得到头的事情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我们能阻止 他余成龙接受平定东山之乱吗 我们不能阻止也阻止不了 这就是我们和余大人共同的结 就像洪水冲走了余大人造的桥 后果谁能想得到 余大人 吴三桂兵器云贵 逼近四川 占据湖南 挺进湖北 已几成星火燎原之势啊 江南的半壁江山 恐将沦陷于敌首啊 如若令刘军福这股乱匪成了气候 长江中下游将被其势力所割断 那不仅是湖北两面受敌啊 河南 安徽 江西 乃至以江苏 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 整个战局将发生不可扭转的变化 如此危机时刻 朝廷大军正全力进攻湖南四川之敌 根本无暇顾及湖北的东山之乱啊 如此说来 府台大人能给卑职多少兵力不过 给不了 说实话 我手里现在连一兵一卒都没有 齐皇四十八寨 孝聚东山 数万之处 卑职无一兵一卒 如何平定东山之乱 如若我手里掌握着兵力 又何必叫你一届文官临危受命 去担任平乱之众人呢 卑职是什么文官 卑职宣服使也是一届不秘 程龙兄 拜托了 府台大人 万万使不得 张大人 为了湖北的安定 于成龙肝脑涂地 再所不及 大哥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们的话 那于成龙不让曲震齐杀你的家眷 那明明就是一剂迷魂药 要迷魂的就是你刘军福 可你可你还就信他了 刘盟主 何寨主说得一点没有错 于成龙阴险讲诈 明眼人一看便知 他现在给我们耍的 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把了 为的是把我们一同剿灭呀 于成龙已被罢关 他还如何能剿得了我们 刘盟主 我们齐皇四十八寨真正惧怕的人 不是麻州支县曲震齐 和黄州同志张三级这样无能的鼠辈 而是于成龙 于大人请留步吧 府台大人慢走 于大人 告辞了 你没看什么啊 你没看什么啊 就你喝得不过 你们看什么 你答应了 答应什么 答应留在黄州继续做官啊 论语里有一句话 行己有恥 是可私放 不辱君命 而为事 啥意思啊 余成龙的官吟呢 可真大呀 周先生 这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 老爷是又当官了 还是没当啊 那官没当上 要干的 其实当官的柴使 走不了了 翠婷 雨林 携车吧 干活去吧 周先生这话啥意思啊 我没听懂 来 来 坐 我告诉你啥意思吧 人家什么官职都没给他 他是一心一意地想给人家干的 跟谁干啊 跟那个张福台 啥张福台啊 是给朝廷干 晓晓 你姑父是要给朝廷干 那他给朝廷干 怎么不给他恢复官职啊 他刚给罢了官 哪那么快恢复官职呢 那不给他恢复官职 他怎么给朝廷办事 要不怎么说呢 玉兰 他余成龙就是个官迷 不能这么说 老爷 开个玩笑啊 你还当真了 你姑父啊是个官迷 你还说 好了 我给你们俩个东西搬进来 你干啥啊 啥事 我发现刘先生对你挺好的 你瞎说啥呢 小小的风车来喽 拿着 玉兰 我早就说过 咱们家春晓啊 可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玉兰姐 你哥都看出来了吧 你还好意思来 不好意思啊 也得来 辅太大人给你个什么官 是官服原职 还是另有高就 极品几集 什么官服什么顶带 大伙都想知道 我知道 你是诚心想戏弄我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是又留下来当官的 可是无凭无极 无官服无顶带 依然是一介不一 你高兴了吧 我不高兴 我高兴什么 回来 我这儿有府台大人 给我的任命文书 你不想看看 我就猜着他会任命你什么 除了无品无极的 宣服史 不会有别的 周先生 陈隆择无旁贷 我也责无旁贷 但你想过没有 你将面对怎样一个局面 我知道会面临什么局面 可是没有时间让我来想 事情也不允许我等 只能接受 别误选择 可你的人马在哪里 你的衙门又在哪里 人马无一兵一族 衙门就这灰龙一颤 就这 这灰龙一帅离东山起兵的 刘军福他们近在咫尺 必须另选地方 好吧 宣服之衙门 就设在麻城县阳 有酒有菜啊 今天可是该喝酒啊 这曲震旗啊什么事都不干 先抓了刘军福的家眷要处展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啊 那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 好酒 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我们及时赶到也没用 是于大人及时赶到了 才免除刘军福家眷一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强调的是我们 而不是于大人 于大人现在还是于大人 虽然无品无极 一介不一 可他是张朝真张大人 刚刚任命的 古广巡抚衙门的宣服使 听说过这个职务吗 宣服使啊 不就是个称呼给个名分 干点长话的差事 怎么说 这差事自打藏刷就有 廖军啊 什么话到你嘴里 怎么那么不顺耳 那我就说点顺耳了吧 今天啊 那在罚产上 那屈阵旗要是定你个罪 那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大伙都替你捏了把汗 知道了 敬旋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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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于成龙虽然已被罢官 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这咸宁城 这是为何 你的意思是说 官府会把 剿灭我齐皇四十八寨的差事 交给于成龙 正是 虽然于成龙不让屈阵旗杀了我的家眷 但是这么一来 如果我官府 把剿灭我齐皇四十八寨的差事 交给于成龙 我还真不知道于成龙 会不会轻易地放过我的家眷 帮主要想保住家眷平安无事 就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手来听听 便被动为主动 便被动为主动 好 大人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老爷 东山豹子岭 大人 出事了 大人 怎么回事 快快 春晓被刘军夫的人抓走了 什么 快呀 给我上东山豹子岭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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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的兵 将土匪绑着个洞子一样 你们还有脸带着很好 晓晓 晓晓 大人 你没事吧 你听我说 你不能上东山豹子岭 那很危险 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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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让我去 把于兰 小妹 你拿回去 什么白白土 于兰 于兰 小妹 你拿回去 好 救救 于兰姐 于兰一放弃 我就拼了命 一会把小小救出来 等见了 干什么去 我也把小小救回来 想要你一个人 你去就能把小小救回来 我不管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把小小劫走 去了只能给小小大人废弃 于兰没有小小会怎么办 他不会怎么对待小小 刘军福不管是处于什么目的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伤害 一个乌国的孩子 刘军福等他拉伸上山造反 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有种呢 给我上山救小小 小小 小小 把刘军福 我别放下 我看你谁敢 刘先生 刘军 你疯了 东山豹子里有几万土匪 你带着这点人能把小小救出来吗 不可 плнос 小小被劫走 我和你一样的着急 但是着急没有用 你相信我 我一定想办法把晓晓救出来 你们大伙儿相信我 我于晨龙一定把晓晓救回来 刘军复啊 刘军复 没想到你也能干这种龌龊之事 但我的就我的家人 活该如何时候 大哥 大哥 孩子我带回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春晓 你是谁 我是你姑父的好朋友 你不是我姑父的好朋友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坏人 你跟他一样都是坏人 好人是不会抢小豪的 大哥 大哥 怎么安置这孩子呀 天皇 吩咐下去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靠近这孩子 伪令的 我看他的脑袋 明白了大哥 我照照去传令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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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想 过几天叔叔就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现在就要回家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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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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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从麻城县回龙驿站 来东山豹子岭昭安的于成龙吧 没错 这位便是湖北巡抚扬门 于成龙 于大人 什么于大人 瞎大人 也一概不认得 这豹子岭山上 我只认得我家寨主大哥 刘君福一尊真神 我家大哥 还真是料事如神哪 一早听说你们今天会到 这不 还真就来了 好汉 我与你们刘寨主 可是好朋友 快让他下山来见我 我家寨主大哥 从不下山见客 你还是屈尊免贵 自个儿上山去拜见他吧 带走 老夫虽然因洪水毁桥被罢官免治 成为一介不已 但这齐皇此事八寨 老夫却再熟悉不过了 老夫曾是这里的父母官 于刘君福认识 并有过常态 老夫不信他会造反 这不过是吴三贵 欲以伟诈 蛊惑人心 挑拨寨主之间的矛盾 官民之间的矛盾 这是反贼吴三贵的大阴谋 虞宇大人 虞宇大人 好汉 把你们家刘君福 刘寨主 叫来见我 真不巧 我家大哥到齐州办事去了 不过临行时倒是吩咐 让我好好地招待虞宇大人 怎么个好好招待 让我用酒肉招待 你们豹子岭想必有好酒 老夫今天啊 既来之则安之 就来他个一罪方休 弟兄们 给于大人上好酒好菜 是 老爷跟翠婷一大早就上了冬山包子里 现在 也不知道见不见得 见不见得咱们家春夏 早就给他说过 跟他说过 跟于成龙说过 我要跟他去 他就是不让我去 就把我急死 你也幸好没去 就你这脾气去了 还不定怎么样呢 这话是怎么说呀 可就于于成龙和雷醉婷两个人 能把晓晓救出来吗 不要急 都不要急嘛 咱难心等等 你坐下 我 你 你 让你 肥兰姐 别难过了 碎婷不是陪着老爷去救晓晓了吗 有碎婷在 一定能把晓晓救出来 小妹 那有心 让老爷跟确定代价 不把他进去承训 我这心里 玉兰前 他们不会有事的啊 来呀 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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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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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敬弟兄们一晚 一祝大家 人人开心 何家幸福 二祝大家 父母长修 儿女孝顺 三祝今年 风挑雨顺 五谷风荡 干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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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不希望 人人开心 何家幸福 哪个不希望 父母长寿 儿女孝顺 哪个又不希望 风调雨顺 五谷风荡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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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归想 做归做 就算赶上个风调雨顺的好年轻 交了东家的租 纳了官府的税 能吃饱肚子 不卖一卖你就算不错了 这两个兄弟说得有道理呀 豪门为父无人 蓄力仗失其人的事啊 不光是贤您有 四川有 广西也有 我在广西做县令的时候 有一个叫胡安芝的县城 我原以为他是一个 爱民的好官 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大残官 做了很多坏事 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 好办 杀了这个胡安芝 对 杀了胡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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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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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伙赏一块了 后来呀 我还真把他给杀了 好 杀了好 好 杀了好 好 痛快 余大人你果然是个 政治的好官 弟兄们 我再敬弟兄们一杯 以后啊 如果有官吏和豪申 欺压攀剥你们 你们就找我余晨龙 我替你们成交做主 好 余大人 我们兄弟们敬你一杯 大人 我们兄弟们敬你一杯 就是我们的清天大老爷 对 清天大老爷 全都给我滚回去 喝了几口猫尿 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吃的了 你们一个个的全都给我记着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咱们既然已经被逼上良山了 就不再指望什么清天大老爷了 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Old刘 萱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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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 Mis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